大家好,今天要给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故事 在我们村,死去的人不能立刻下葬 要先寻个风水宝地,露天停关三年 可我四叔徒省钱,把小奶奶的棺材胡乱停在家门口 夏日里,尸体腐烂,发酵,刺鼻的气味,乱飞的苍蝇 还有夜里从棺材中传来的骚抓声 暑假回家后,我察觉到山上不太对劲 向来见面三分校的邻里一个个都板着一张脸 也不串门不纳凉了 我在山上住了二十多年 第一次见这里苍蝇四处乱飞,嗡嗡叫得我头疼 可除了苍蝇和偶尔几声乌鸦的枝呀 村子里却静得吓人 爸妈以往总催我出门溜达溜达 别总在家玩手机 现在反而拘着我在家 让我没事别出门 我问了好几次 总被爸妈搪塞过去 直到这天傍晚 赵沈在四叔家门口和她吵起来了 我在卧室都听见他们的声音 好像是为着什么茶叶的 饭桌上我提起茶叶的 爸妈历时脸色一变 小孩子家家的 这么八卦干什么 饭都堵不住你的嘴 我朝妈妈撒娇 你越不说我越好奇嘛 以前你都不瞒着我的 而且这几天天天吃素 我脸都要吃绿了 胃口都没了 妈妈叹了口气 我怕说了你更吃不下饭了 你小奶奶前几天走了 你四叔没按老力停关 这几天就闹这事呢 我爷一生有过两任妻子 三一女 前面三个孩子一个妈 小儿子 也就是我四叔 是他跟我小奶奶生的 小奶奶去世让我有些低落 但到底感情也不深 比起伤心她的去世 我更在意四叔没按老力停关这事 我家在山里 丧葬风俗很是奇特 人去世了不能马上下葬 反而要在风水堡的停关三年 棺材在地上受三年的风吹日晒 清清白白地下葬入土 我小时候在山头转悠 总是一抬头冷不丁 看见一个黑棺 映着婆娑树影和临间阴风 鬼知道我被吓哭过多少回 因为这个说不上好的丧葬风俗 我们村这些年被或委婉或强硬地督促整改过好多回 甚至已经让不到不强制火葬 只要投妻入土即可 但是山上躺着的棺材 依旧送走一具 又来三具 难道四叔这么有觉悟 要做第一个响应的人 闻着家里这些天不曾灭过的檀香 我隐隐有些不安 果然 妈妈下一句话让我瞪大了眼睛 她非说没钱 请不起算命先生 也顾不起台关的 就把棺材停在她家茶叶地里了 四叔家的茶叶地 是十几年前村里分的自留地 有多近 出门左拐三十米 赵沈家屋后就是 怪不得赵沈要跟她吵 从她家厨房窗户 抬头就能看见那片茶叶地 在厨房做饭 抬头直屈屈跟一架棺材队上演 任谁也坐不住了呀 我放下筷子 彻底没了胃口 把棺材停在家门口 四叔 真有你的 我妈第一次没有骂我 说了别问别问 你非问 这下吃不下了吧 行了 回屋待着去 这几天别乱跑知道吗 我乖巧地点点头 以为不出门就不会有事 却在半夜被一阵尖叫吵醒 赵沈无疑是对那具棺材 最有意见的 谁让她家离茶叶的最近 就我看见的 这些天她几乎天天 都要找四叔两三次 每次都带着不同的人 从村长村支书 到大伯 我爸 甚至是抱着她最疼爱的小孙子 去哭惨 她的态度 也从一开始的愤怒 转变成了哀求 但有一点始终没有变过 她从来只在白天去找四叔 这天晚上 我清清楚楚地听到 她家里一阵尖叫 哭喊 一番兵荒马乱的动静后 赵沈叫骂着来到四叔家 疯狂地拍起门 李中田 滚出来 你有胆子把老娘棺材扔我家 怎么没胆子去我家串串门 摆摆你老娘 我妈去说和 沈子出什么事了 突然发这么大火 赵沈一屁股坐地上 拍着大腿哭起来 李中田那个畜生 把棺材丢我家屋后 招来一堆蛇虫 我家明明遭蛇咬了呀 四叔打开门走出来 迎头就被赵沈喷了一脸唾沫星子 李中田 我孙子要是出了事 我就一头撞死在你家门口 四叔冷笑了声 停棺时 我在我妈棺材周围撒了两大袋熊黄 怎么还会招了蛇 赵沈哭喊的动作一致 有些心虚地转过头不说话了 四叔吃了一声 你不干人事 动我妈棺材把熊黄搞飞了 又没看住小孩 让他遭蛇咬了 怪我 赵沈顿时又来了底气 我不干人事 最不干人事的明明是你李中田 你再不把你妈抬走 信不信我报警抓你 抓我 你别忘了 那是我家的地 我想放什么放什么 我可没放被你抢走的那半边 我一直躲在窗边偷听 听到这浑身一震 想起那桩陈年旧院 我四叔和赵沈家 十多年前就不合 究其根本 就是那块茶叶地 那时村里要重新分地 赵沈不满意自家原先那块 非说要按距离分 地离谁近就是谁家的 明眼人都看出来 他是盯上四叔家那块茶叶地了 四叔当然不同意 那块地的茶树 都是四叔小时候 爷爷带着他一颗颗种下 给他娶媳妇用的 可架不住 赵沈会哭赶闹 四叔脾气又温吞 挡不住他哭求 加上大伯那时候 竟也帮着赵家说话 他本来都要点头了 谁料赵沈见四叔好说话 又得寸进尺不肯 将自家地补偿给四叔 不知道赵沈是怎么 虎脚蛮缠的 总之站里的 没争过会闹的 最后他还真分走半块茶叶地 也保住了自家的地 李四叔平白失了一半茶叶地 在当时也是不小的经济来源 从此他和赵沈家就一直不大融洽 连带着跟大伯的关系 也冷淡了不少 赵沈得意那半块茶叶地 得意了十几年 没想到在今年中了当初的回旋标 好你个李中田 真是会咬人的狗不叫 半块破茶叶地 你憋了十几年憋出这么个损破天的阴招 不止我想到 赵沈也想到那一茶 认定四叔是冲着茶叶地来的 你从前在老太太床前端屎端尿 擦身喂饭的那些孝顺 演得够好啊 能拿老娘身后试算计人的 你真是响当当地投一个 四叔既不否认也不承认 只说 我妈就到没生了我 这么个没出息的儿子 守不住地 也办不好事 连他走了都不能大办一场 风风光光送他走 四叔一气弱 赵沈气焰就高涨起来 叽叽喳喳 骂了四叔一通 直言他损了老太太的阴德 是要遭报应的 接着 他又肉痛的许诺 只要四叔肯把棺材挪走 就不问他要孙子的医药费和赔偿 四叔只看着他不说话 邻里间 有不少人或多或少被赵沈占过便宜 借着四叔这事 有人忍不住开口 沈子 忠田这样好性的人都被你逼得这样胡来了 你还想要赔偿 我妈也不待见赵沈 跟着帮枪 是啊 要我说 这请算命先生和台官的钱 沈子你就出了吧 给老太太和中田赔不是 赵沈炸了 我还没嫌那老太太烂在我家门口晦气呢 凭什么我出钱 这话一出口 我就知道要糟 果然 四叔也炸了 你还嫌我吗 你抢我家地的时候 怎么不见你嫌 我是不孝 那也是你逼的 我还就把我妈放那了 三年后 也还葬在那 让我妈也看看 赵家人的日子能过成什么样 站在一团嗡嗡乱飞的苍蝇里 四叔看着被吓住的赵沈 咬着牙一字一句道 那是我家的地 别说我把我妈的棺材放那 就是我也死那烂那 你也都管不着 说完就甩上门走了 赵沈向来站吴不胜 这次还是站着礼打上门的 却不仅没讨到好 反而惹了更大的心 他灰溜溜回家了 第二天 他男人提着烟酒 先找了大伯和我爸 又由村长带着 又找到四叔了 这次赵家的当家人 赵刚叔好生好气地 主动说要把那半块茶叶的 还给四叔 同时村里考虑到他的困难 也是为了弥补多年前的失误 小奶奶的身后事 包括酒席 算地 台关的钱 都由当年几个村干部出了 如此优厚的条件 没想到四叔还是不同意 不只是地 还有这些年地里出的钱和利息 暗存银行算 统统都要给我 谁也没想到老实寡言的四叔 能说出这样的话 茶叶的十余年的收益 不是小树木 半上没人说话 还是村长站出来 那地本来就是中田的 他要回地里刨出来的钱也没错 只是这利息 中田 得饶人处且饶人 利息就算了吧 四叔点头同意 他又催着赵刚表态 赵刚叔一个劲地抽烟 我孙子还在医院呢 一下子拿不出那么多钱 你 我回去再想想 在门口送村长离开时 四叔抽着两块钱的大钱门 向村长道歉 村长 实在对不住 给您和村里人添了那么多麻烦 我是实在没办法了 我妈生前糖尿病 高血压一堆病 时不时就要去趟医院 我不能不给她治 挑着最便宜的药吃 又脑梗半身不随 瘫在了床上 照顾她又拴住了家里一个劳动力 我拨着腿 在家被人笑话 我老婆一个人工作养家 拿命去挣也挣不够一家六口人的 吃穿嚼用 硬生生耗干前些年的家底 我每天一睁眼 想的都是我跟我妈的病 家里两个孩子后面的学费生活费 看着四叔那执不起来的背 拨着的右腿 还有勾勾赫赫的脸 我对她忽然没了埋怨 那时候是我们对不住你 村长用力拍了拍她的背 转身走了 即使有村里在中间努力调和 两家都咬死了底线不肯退让 事情一时间还是进入了死角 炎炎夏日 腐臭味随着热浪越发蒸腾 已经到了费反迎天 无法遮掩的地步 即使我在卧室里 檀香一根一根地点上 鼻尖那股若有若无的刺鼻腐臭 还是一下一下敲击着我的脑人 我还算好的 爸妈不能躲在家里 每次出门回家 必要干熬好一会儿 饭都吃不下 原以为两家还要拉扯几天 没想到仅仅只过了一夜 赵家的态度陡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我被赵婶的哭喊吵醒 往窗外一望 赵婶眼下清黑 站在四叔家门口嚎哭 李中田 你娘没法安息啊 她怨气太大 在棺材里挠门 我昨晚上听了一晚上指甲划擦木头的动静 大清早 我被她的话吓出一身冷汗 李四叔却冷笑道 你不想给钱 也不用编这种瞎话来逼我 你是觉得我会信 还是觉得我会怕 赵婶呆住了 嘴唇颤抖了好一会儿 才从喉咙里挤出几句 我 我不是 是真的 是真的呀 赵婶家旁边那户人家 也跟来了 白着一张脸硬盒 我也听见了 一晚上嘶嘶啦啦的动静 我打着胆子往棺材内瞥了一眼 那棺材都在晃啊 李四叔以为他们一群人合起伙 来骗她一关 把脚就往茶叶地走 要自己去探探底 其他人面露难色 却也犹犹豫豫地跟在后面 我既好奇 又疑惑 躲开爸爸妈妈 偷偷摸摸跟了上去 越走越近 那股危险的腐臭味也越发浓郁 远远的 只看见李四叔走到棺材积密外 就猛然跪下 其他人看清楚后 也连连后退 停棺后 这棺材再未挪动过 此刻那棺材下的地面 却有圈圈擦痕 由内到外 俨然是棺材猛烈晃动时留下的痕迹 其他人都不敢多看棺材 我却仔仔细细地扫尸过去 看了几圈终于在棺材旁的地上 看见一些像是香灰的东西 李四叔对着棺材泪流满面 不住地磕头 妈 儿子不孝啊 我守不住咱家的茶叶地 也不能让你过上好日子 连你死了 都没钱给你请先生找个好地方 只能委屈你在这遭人嫌 但是妈 我知道你能体谅我的不容易 你现在这样 其实是在恨抢走咱家地的人 他猛然抬头 看向赵神 愤恨的目光里 映着乌尘的棺材 吓得赵神腿一软 憋坐在地 赵神愣愣地喘着粗气 甚至忘了移开眼睛 避开李四叔的眼神 终于 他抖着嗓子 颤颤微微道 我我 我怕了 还不行 花钱消灾 钱地都还给你 你行行好 赶紧给他送走 听完赵神的话 四叔流着泪 又给小奶奶 磕了三个响头 抬起头时 额头都磕出血了 他擦也不擦 起身就往家走 我始终忘不了他脸上的表情 不是得偿所愿的轻松 也不是悲伤 而是一片死气沉沉 那让我觉得 事情不是就此结束 相反 才仅仅是开始 就像抱在夏日里的棺材 那股刺鼻的气味 只会愈演愈烈 按照老力 人死后 须在三日内停关 之后不能再挪动 想换停关地 只能在头七那天 等待头七到来的两天里 我们这片有了短暂的平和 只是从赵沈家人的脸色来看 晚上棺材里的动静没有停过 好不容易迎来小奶奶的头七 他们脸上的解脱之色脏都藏不住 我跟着爸妈去四叔家吃席 四叔正戴着白毛巾 接送宾客 赵刚是赵家唯一出席的人 他递给四叔一包软中滑 四哥 家里没脑子的女人脚事 坏了邻里几十年的情谊 都愿我没管住他 给你赔不试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哎 四叔没接 遇事让你女人冲在前头 你在后头伸着脖子等吃 吃完了擦擦嘴 好像你没想着服 你管不住他 也管不住自己的嘴饰吗 赵刚的脸色显见地 难看下去 旁边人一见不对 立马隔开两人 催着四叔赶紧去祭拜 拜完了好挪官 四叔盯着赵刚看了好几眼 这才静无提了元宝纸钱 还有一堆祭品出来 静止去了茶叶地 虽然不是亲生母子 但到底占着长辈的名分 大伯和我爸也跟着去了 他们去了十几分钟左右 村长招呼起台关的人 也赶紧过去 值得一提的是 村长说动赵刚去帮着台关 全做补偿 这会却死活找不见他 连喊了几声 赵刚才从屋后绕出来 台关这样要紧的是 你又跑去干什么了 半天喊不见你人 上厕所 离老四家厕所离得远 我没听见 村长也就随口一问 催他赶紧过去 便没管了 我百无聊赖地坐着 想着等台湾关开席 吃完这顿饭 这是可算是完了 却不想很快那群台关的人 又吵吵嚷嚷地跑回来 领头的人大喊 李中田死了 李中田一头栽死在他妈棺材前了 等待开席的人 一窝蜂一样炸开 死在他妈棺材前了 他妈怕不是被他气的 胡说什么 哪有妈跟儿子计较这个的 指定是他不讲究 乱亭关报应到自己身上了 造尿 我们这山头多少年没出这种事了 明天去给仙人上坟 去去晦气 虽然早就知道山上人的迷信 但这样的话语不觉在我耳边炸开 还是让我有些不适 比起所谓的报应 造孽 我更倾向于这是一次意外 又或者 我看向和那些人一起回来的赵刚 他不发一眼斗着手抽烟 似乎被吓得不轻 等等 我爸和大伯呢 他们和四叔一起去的 现在出了事 他们怎么没回来 四叔死得突然 四审被村长从后厨叫出来主持局面 他似乎也被接连的打击敲去了神志 被几个婶子搀扶着来到茶叶地 软倒在四叔身前 四叔后脑壳那道血肉淋漓的口子 看着很是猙獰 连脖子上都被碎石头扎得血乎乎的 很是瘆人 四婶却一眼不错地正正看着 看了两酒 两行灼泪一出 他才像醒了 放声大哭出来 他爸呀 李中田 你怎么就这么去了 你让我和孩子们咋办 咋办呢 其余的人被他镇住 一时不敢上前 却没停下过窃窃私语 四婶哭了一会儿 又扑过去揪住赵刚的领子 质问他 一定是你 你不想还地 记恨他是不是 那你也不能杀了他呀 赵刚没想到 他会攀扯上来 一把推开他 你别往我身上扣是盆子 我来的时候 他就躺地上了 旁边人也跟着说话 我们几个人一块来的 来的时候 中田就这样了 中田又腿薄的呀 说不定就是 他自己从耿子上摔下来 运气不好 摔石头上了 四婶却不能接受 他腿薄了好几年了 这地也不是第一天来 怎么就今天摔了 那谁知道 他做见自家老娘 给自己运到做没了呗 村民你一言我一语 说什么的都有 甚至有人说 跟着四叔一起来祭拜的大伯和我爸最有嫌疑 他们三个一起来的 真出了事 他们能什么都不知道 见我爸被拉入这团漩涡之中 我当机立断开口 现在最重要的是赶紧报警 四婶文言 有了主心骨 报警 让警察把天杀的杀人犯抓走 余光里 我瞥见大伯脸上一闪而过的为难 他张了张嘴 似乎是要说什么 最终又咽了回去 警察来了后 挨个盘问了相关人员 了解了两家的纠纷后 更是着重问询了赵刚 赵刚辩驳的声音 大到我们这些在门外的人都能听见 不是我 李家老大老三 跟李中田一起去祭拜的 我们抬关的都是后去的 还是李老大跑过来跟我们说 李中田死了 我去的时候 他就已经栽在地里躺着了 晚上定定的是 我家里亏 我认了 那块茶叶地 一年也就挣个万八千的 我脑子让水泡了 为了这么快地杀人 他李中田就是对不起老娘走被孕 一脚踩空摔死的 听着似乎很有道理 我向我爸求证当时到底怎么回事 他也处在蒙圈中 当时你四叔说他对不起二妈 要先磕头上香求个原谅 我和你大伯就走开了 四叔竟然有落单的时候 我继续追问 得知我爸和大伯一起找了快地方抽烟 没过一会儿 大伯说要去看看情况 两个人也分开了 我又问他 大伯去了就发现四叔出事了吗 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吗 爸爸的目光闪烁几下 搓搓手指头 避而不答 你管这些干嘛 我等会都会告诉警察的 我察觉异样 然而再怎么问我爸也只说 他看见的时候 四叔就是那样了 知道问不出更多 索性我爸不会有事 我也不准备再管了 哪怕这件事让我觉得疑点重重 谁料四叔的女儿 月和姐哭着找到我 小妹 你是学法医的 你能不能查查 我爸是怎么死的 我知道自己几斤几两 连忙摆手 姐 我还是个学生呢 懂得哪有警察他们多 这是你交给警察吧 他却还是恳求我 我知道你能做的也不多 但我除了你也不知道 还能找谁了 那是我爸呀 他死得那么突然 让我什么也不坐甘等着 我怎么能坐得住 月和姐的目光实在太过哀切 我很不下心拒绝 便将我从爸爸那问来的信息 都告诉他了 现在看 四叔是有一段落单时间的 如果他出事不是意外 而能对他下手的 目前来看只有大波 但是赵刚叔有一段时间 在你家厕所 从厕所穿过张木林 可以避开所有人去查夜地 所以他也有时间 其他没被注意到的人 也可能绕过众人摸去查夜地 但是可能性极低 可以排除嫌疑 我缓缓讲出自己的分析 如果四叔真是被人害了 更重要的是动机 这么一看 也难怪四婶第一个怀疑赵刚了 月和姐也目露凶光 肯定是赵刚 抬关前 他才和我爸吵了一架 我摇摇头 不管四叔是死是活 赵家都要把地和钱还给你家的 因为一点口角就激情杀人 这个动机并不充分 而且 四叔是后脑勺着地的 见月和姐不明白 我跟她解释 后脑勺着地 就说明四叔不是被人从后面推倒的 如果跟赵刚正面相对 赵刚想推他 四叔不可能不反抗 但刚才我看了现场 被四婶翻过身前 四叔是直停停躺在地上的 手都贴在身体两侧 完全没有挣扎过的痕迹 月和姐眼里的光暗淡了下去 你的意思是 我爸就是因为意外去世的 不 我又摇了摇头 就是因为四叔完全没有挣扎过 才奇怪 摔倒的人都会下意识用手支撑身体 保护头部 这是人前意识里的自我保护机制 像四叔那样完全不设防的体位 才最不正常 所以是大伯推的我爸 月和姐从嗓子里挤出话 因为是他 我爸才会毫无防备地面对他 才会被他推倒 是不是 我刚要回答他 却猝不及防和窗外一双苍老的眼睛对上 大伯 我吓得呼吸都要停住 他什么时候在外面的 听到了多少 被我们发现大伯推门进来 劝说月和姐 你是个好孩子 但是这是你别管了 就当是他对不起你奶奶 遭了报应 你爸意外死了 保险还能赔偿一大笔钱 你家以后的日子就好过了 我暗叹一口气 大伯这话不是火上浇油吗 果然 月和姐勃然大怒 难我爸的命换钱 我没那么丧尽天良 大伯 我爸要真是意外 谁也推不到你头上 你何必这么着急来劝我 你分明是心里有鬼 大伯无奈地叹了口气 我和你爸是亲兄弟 我只会盼着他好 怎么会害他 那可未必 你要是真盼着他好 当年赵家想抢那快递的时候 你怎么会帮着他们说话 你怎么不帮我爸守住那快递 大伯明显被问得愣住 念诺着嘴唇 想说什么 半晌也说不出 月和姐没打算放过他 一直逼问 大伯被逼问 终于袒露难言 因为我嫉妒 都是他的孩子 你们爷爷 却只给老四种了 一片茶叶的 分家时 更是把好东西都分给他 说他以后 要养二妈日子更艰难 我们几个早早没了妈的 就不艰难了是吗 我一时糊涂 帮着外人 抢自家锅里的肉 要是想到 会因为那一块的 出现今天的事 我怎么也不会 在小辈面前揭露 内心的不堪 大伯老泪纵横地捂住脸 却还是努力 劝说月和姐 我和你爸 一起外出打工 工地出了事故 是中田把我扑倒 否则 今天保着一条腿的就是我 不说十几年前的私心 我还欠你爸一条腿 我良心 让狗吃了 才会害他 月和 你听我一次 别管这事 别作声 都是为了你们家以后好 月和姐哪里听得进去 指着门让大伯出去 大伯苦涩地沉默着 被他推嗓着出了门 纠缠间 我看见大伯的衣袖里 一道血痕一闪而过 我悚然一惊 四叔死的时候 大伯一定在现场 但大伯真的会对四叔痛下杀手 出于一种担忧 我没将血痕的事告诉月和姐 他带着我 找到在卧室里收拾东西的四婶 把一切合盘拖出 听完我们的猜测 四婶却并没有愤怒 或是更加悲伤 他继续着手里的动作 淡淡道 你琢磨这些有什么用 别耽误你爸的身后事 让他走也走不安稳 月和姐急了 怎么没用 妈 不能放过害死爸的人 必须要让他受到惩罚 我们告诉警察 让法医师姐 小妹说了 能查出来不同的 欣欣 谢谢你 让你跟着操心了 四婶先跟我道了谢 又问月和姐 师姐 给你爸开膛破度 让他躺在警察局里 不得安生 等警察查完了 你爸头妻都该过了 他都回不了家 不能再看你们一眼 四婶的声音不大 说得很慢 一字一句全是疲惫 她的态度变化太快 我试探性地问 是大伯来找过您了吗 四婶脸色骤变 她很快反应过来 想掩饰 月和姐不可置信地大喊 妈 你竟然 奶奶主动牺牲也就算了 爸可是枉死 我们怎么能用她的命换钱 月和 四婶慌忙喊停 但我已经听到了关键 小奶奶的事 是 见我猜到了 四婶所幸都告诉我 小奶奶去世前几天 忽然将他们夫妻叫到床前 交代等她死后 不要请人为她找庭关闭 老太太一点一点地教孩子怎么用她的身后事 不举讨回家里的地 就把我的棺材放在咱家剩下的那一半茶叶地里 我要日日夜夜看着赵家人生活 看看他们的良心什么时候能醒过来 醒不过来也不要紧 夏天日子长 我过不了几天就该烂成一团泥了 赵家肯定受不了那气味 他们上门闹也好 求也好 你们必须一口咬定 除非他们把地和前十几年地里出的钱和利息 一起还回来 否则绝 不 挪 关 赵家媳妇难产 以防万一 你们买个蓝牙音箱 录一段挠木头的声音 放在我的棺材里 要是他们不点头 你们就在晚上放 下他们几晚 把事情闹大 到时候他们不答应 也得答应了 只是少不了要得罪邻居们一场 我头七那天 席面制办得好些 你们挨个敬酒赔罪 别低不下头 不然以后难做人 让母亲的棺材在自己眼前腐烂 生前和蔼乐善的人在死后 却惹来一片咒骂和嫌恶 四叔一想就不肯答应 妈 家里就是在困难 也不能让你走了 还不得安宁 那钱和地就是拿到手了 也沉得我喘不过气 我不敢要啊 本来就是咱家的东西 你有什么不敢要的 小奶奶却很是坦然 笑着哄儿子儿媳 想着以后家里吃不上饭 孩子们没钱上学 我才死不瞑目呢 但能用我这把老骨头 蒸回家底 地底下阎王都得夸我功德一见 听完我久久无法言语 主动承诺 您放心 这件事我不会跟第二个人说的 哪怕是我爸妈 四婶摆了摆手 无所谓 做已经做了 还怕别人知道吗 月和 你罢的是 跟你大伯确实无关 他劝咱们 也是为了咱们好 不然他何必沾一身心 月和姐欲言又止 却败在四婶 央求的眼神里 必着眼点了头 但我看得出来 他心里还是认定了 大伯是凶手 我犹豫着是随了四婶的心愿 终结此事 还是告诉警察 我的发现 为四叔找一个真相 但事情的走向 超出了我们所有人的预料 即使四婶要撤销报案 并且不同意尸检 因为有刑事案件的可能 警方还是决定启动尸检程序 得知必须尸检 月和姐释然了 但四婶和大伯的脸色 却同时难看了 尸检报告出来前 村子里流言不断 四叔的死亡 流传出了好多个版本 好多个凶手 甚至有人在背地里说 是四婶和大伯联合起来 害死了四叔 传得有鼻子有眼的 说他俩早就好上了 嫌四叔在中间挡着 便趁机把他杀了 大伯确实是 最有作案时间的那个人 因此被警察 叫去问话的时间最长 变成了 他们俩确实有一腿 连警察都看出不对的佐证 后来更有人说 事发那天 他看见大伯前脚 被警察问完话 后脚就进了四婶屋子里 聊了好长一段时间 等他出来后 本来坚持要报警 查清楚 四叔死因的四婶 就换了个态度 甚至要撤案了 这还不明显 就是跟他大哥通了气 晓得是大水冲了龙王庙 才要撤案的 报案还不是为了要赔偿 本来以为是别人害的 一听自家人干的就不报了 他家老三那天不也在 怎么可能 什么异常都没发现 不还是闭嘴装葫芦 嘖嘖 村里人惯爱聚在一起唠八卦 其中属赵沈说得最难听 毫不掩饰他的挤兑 也怪不了人家贵方啊 明面上一个是大哥 一个是老公 其实都是自家男人呀 已经少了一个 不能再少一个了呀 哈哈哈哈 我从旁边走过 都听得眉头直打结 偏这些人被赵沈窜多着 非坐在四婶家旁边聊 声音直穿过窗户 往人耳朵里钻 我想为四婶辩解几句 笨嘴又说不过这群 最善八卦的婶婶 尤其大博衣秀里那道刺目的血痕 爸爸这几天频繁的诗神 慌张 封住了我的嘴 那些只有我知晓的线索 拼凑不出来一个完整的真相 只能生出一个比一个更可怕的猜想 让我被折磨得寝食难安 我以为解脱 要随着尸检报告一起来 又或者是永远不会来 却没想到四婶悄悄叫住我 问 月薪 啥都瞒不过法医吗 我心下一颤 几乎不敢看四婶的眼睛 含糊回道 一尸检 都能查出来 四婶 你别帮着大博瞒了 四婶难眼哀痛地看着我 连你也信了他们的话 觉得我和 和你大博不清不楚 我连连摇头 却忍不住 那天我看见了 大博的衣袖里有血迹 四婶恍惚了一下 反倒轻松了 原来是这个呀 月薪 四婶跟你说实话吧 你四叔是自杀的 我瞪大了眼睛 以为他想骗我 别跟警察说血迹的事 四婶靠着墙 屋檐垂下阴影 落在他脸上 半明半暗的光影里 他好像也终于寻到一个倾诉的出口 你书年前查出来得了尿毒症 他在外头打工 一直瞒着家里 过年回家 他人瘦黑得不像样了 我才发现 天那时候 妈身体又不好了 你月和姐要考研究生 向光弟弟考大学 他就叫我瞒着家里 你奶奶交代完后事 你疏转过头一盘算 那茶叶地带不来多少钱 又想着自己身体不行了 与其 与其活着拖累家里 不如死了 给家里正比镜像 四婶低头用衣角擦去眼泪 他打工时 买得有意外保险 要是意外死了 能给赔几十万 便想着 怎么能意外没了 山上迷信 他就想着 在老太太头七那天 祭拜棺木时去死 大家都以为 他是遭暴硬霉了 不会细想 保险走得能顺利点 我不想他走得太痛苦 在网上查来查去 网上说 注射过量胰岛素 会导致低血糖 会猝死 正好妈生前有糖尿病 还有用剩的胰岛素 他去祭拜前 就给带上了 这是我未曾想到的那面真相 再想到大伯 我也有了新的猜测 试探着说了出来 四叔支开了大伯和我爸 但没想到大伯还是壮健了 大伯觉得自己亏欠四叔 就帮着一起遮掩了是不是 四神点了点头 他藏起了针管 又把昏过去的中田抱着摔到石头上 弄出伤 一是为了藏住真恐 二是为了看着像意外 我们这些地里刨石的 哪瞒得过警察 我们以为挺天衣无缝的计划 在你们看来 是不是都很可笑 我叹了口气 大伯是好心 却没想到四神拟剑 四叔的死和商量好的不一样 以为真出了意外 情急之下报了警 警察又走了刑事流程 进行尸检了 所以你是想问我 尸检最后会给出什么样的结果 能不能查出四叔体内的胰岛素 四神连忙点头 期待地看着我 犹如等待着解脱 我沉思片刻 诚实地说 查不出 胰岛素分解很快 又是人体本身就存在的物质 注射大量胰岛素 除非以极快速度进行尸检 否则 只能凭借真孔判断异常 小地方的人员设备都差点意思 真孔也被大伯用石头毁掉了 尸检恐怕只能查出四叔 是滴血糖导致的羞克性猝死 四神陡然一松 又满含希望地看着我 越心疑 不会告诉警察的对不对 警察见到的现场 已经被破坏了 他们并不知道四叔身体姿势的异样 也不知道那些只有我看见的细节 更不像我 知道人与人之间隐藏至深的故事 如果我不说 我看着他 看着他身后的阴影 我不会说的 四神连连道谢后 踉呛着转身离开 我却站在原地 许久没有动作 直到拐角的阴影里 走出泪流满面的月和姐 我问他 这是你想要的真相吗 你会去告诉警察吗 月和姐缓缓抬起头 半明半暗的光影里 他说 我已经失去父亲了 他是为了我和弟弟的未来 赴死的 我不能再没有母亲了 我点点头示意清楚了 于是他也转身离开 我站在大太阳下 却觉得浑身冰凉 但秘密终于不是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了 我也再不会为此寝食难安了 那张尸检报告 也终将会到来 再来